那我们要怎样化解这个焉解呢 怎样报恩呢 自己要认真修行 修行成功了 这个功德回向是真正的报恩 真正的解焉世捷 为什么 你成佛了 那这个点我就做一个补充 我们都难免会跟人家结焉 有焉以我一笔勾销化解 问题你放不下看不破 你就不愿意化解 他把烟气带走了 那你心中也是有一个阴影存在 你跟他结焉呢 那怎么化解呢 要怎么化解这真的就是智慧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化解有时候要及时化解 你不要等到死后再来化解 你要等到来世再化解 他不晓得到你去轮回 现在是在碰到那个渊渊相报 那怎么样可以不结怨呢 你就是礼让 忍让 牵让 他要都全部给他吗 你也不要照他可悦嘛 来世他就不会照你可悦嘛 他要你就给他 他要什么全部都给他 这样就不结怨了 你不给他就是结怨 我以前在当组长的时候 在大同分级当组长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表现也不差 我们那个业务比赛跟内部管理检查 我都拿全台北市第一名 第二名 那时候我就有听到风声说 有人要把我拉下来 是那时候的督察长 我当督察组长 我们是第七分级的督察组长 我们是归台北市警察局的 总督察长来指挥嘛 他可以调动我们嘛 虽然我们是立组分级 但是他有权把我们调动 那时候我就有听到风声说 他们要把我拉下来 我那时候在大同分级是管两百五十个警察 果不其然我莫名其妙被拉下来 就是被扁官 当时我就从大同分级扁到 大安分级担任民防组长管两个人 两百五十个变成两个人 但是我因后得福 好像灾后但里面印藏的福报在里面 后之所住福之所福 我当时调到大安分级的时候 是大概国律的八九月刚好我看报纸 我也没有说郁郁寡欢 或是满腹的烟气我也没有 他把我调我就调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佛了 懂一点道理了 明白一点点 但是还不是很深入 那时候我就刚好看到中国时报登广告 说新别是那个海民事要传记 物名长老是当时中国佛教会的会长 物名长老要传记 我就去报名参加五戒 那时候我们五戒四百人 菩萨界四百人 结果我报到第一天 物名长老就通知事务次跟我接见 说黄伯林居士请到事务处来 那物名长老就跟我讲说 你改菩萨界 我说不可能 我五戒都持不了怎么可能是菩萨界 因为我去跟我师父讲的时候 我那个龟一师父传议法师跟我讲说 你怎么可能放下酒跟肉呢 因为不杀生不偷盗嘛 不忘你不饮酒嘛 我龟一师父跟我讲 就是广青老和尚的知客师 传议法师说 你不可能放弃 你在观场这么久 你不可能放弃吃肉跟喝酒嘛 我自己也承认习气很重 但是我去报名啦 我变成因后我被贬官啦 可是活不上为我开一扇门出来 叫我去受戒啊 如果我当时在观场得意 我不会想要去受戒啦 我会怎么讲 我会想要步步高升啦 组长当晚当副文机长 副文机长当晚当副机长 再当局长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在学佛 我也不会在讲经说法 但是我当那个官只是一起的生命 一时的明文立扬 可是我讲经说法 接触三规五界菩萨界 是为了我的法生慧命 法生慧命是进未来祭的 官场的得意诗意 是一起的现象 是梦幻泡影 是刹那生命 是承住坏空 是了不可得 是毕竟空无所有 不可得 可是众生就是迷惑颠倒 把假的当成真的 当时我就去报名 无名当地叫我改菩萨界 我还考虑了三天 我还去跟观星菩萨求 说你让我戳烟好不好 让我喝三杯药酒好不好 或者到第五天过堂的时候 我们就达曼尼过堂 五界先结束 菩萨界七天 五界就是五天 那么达曼尼过堂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抽烟跟喝酒 三杯药酒 那是我放不下看不破 结果我达曼尼过堂的时候 刚好吃的第一道菜是香菇 因为菩萨界是 我们用在家有菩萨界经 它是六中二十八清 就是六条仲界 二十八条清界 那六条仲界就是 不杀生 不托道 不邪隐 不妄隐 不饮酒 不孤酒 不孤酒就是你不能卖酒 不能送酒 观世音菩萨 诸国菩萨都知道 你还受戒 可是你没有那个戒心 就没有那个戒心 没有那个戒心 就没有那个戒德 那就得不到戒体 所以当时我在过堂的时候 我就夹菜 夹的第一道菜是香菇 那个香菇就掉下来 包了曼尼弄章 当时我就看到曼尼弄章 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那你报名来受戒 怎么没有那个戒心 没有发大心 发广大心 发菩提心 戒为无上菩提本 那为什么你不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 所以我当下就忏悔 真的一个忏悔的心 说我不应该跟活菩萨求 我还放不下这些烟跟酒 我当下跟观菩萨讲说 好 我烟酒就戒掉 一个礼拜就戒掉 我回到家 那时候家人还没有完全吃素 就煮了一锅的如鱼汤 我一闻我就说 好 我们家从此以后不再有肉食 我们就前家就吃素 只要在家里都全部吃素 我是香菇度我的 那为什么我看到香菇会有点误触呢 因为我放不下香菇跟酒 那合起来 因为香菇是香 我放不下香菇 就是香香菇 那个菇就是菩萨界的地 六条仲介是菇酒界 所以香菇加菇酒 合起来变香菇 所以合菩萨就化成香菇来度我 所以无情也可以收法 不是有情才会收法 无情也可以收法 永济明大叔正道过江 他有一天经过一座桥以后 看到一个东西掉了一声 砰一声 不通会他乎 不通会他乎就是 那个苏者掉到水里面去 咚一声 这是我们的文性听到的 不通会他乎 重宏不是成 重就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 横就是十方空间 时间跟空间是你执着上才会存在 你入禅地 时间空间不存在 所以重宏不是成 就是不是烦恼 三额及大地全入法王身 我们眼见术偶闻身 怎么不是法王身 我们用我们的见性 用我们的文性 都是法王身 什么叫法王 法王就是自信 亲近法身佛 但是我们没有不解 这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我因为被贬官 因后多付 如果我没有被贬官 我怎么会跑去受监呢 还在洋洋得意在官场 所以老法是这里讲 受了尾期 将来还要报复 那当时帮我贬官的是谁呢 是我们的杜察长 刘杜察长 当时他在当我们 锦砖校长的时候 他的太太得了癌症 在台北市的万芳医院 折磨了两三年 没办法断气 所以这个刘校长 每天下班 就他锦砖的学校 就在医院旁边 所以他下班 就到医院去陪他太太 睡那个医院旁边的行经床 行经床就是折叠式的那个床铺 摊开就可以当床铺 收起来就不占空间 他照顾他太照顾两年 没办法断气 我知道是他把我贬官 他把我拉下来 你说我对他也没有怨 我承认那时候我还有怨 因为我并没有悟 我有修到一点福报 开始学佛 可是我并没有悟 所以他透过师节 找人助练 就有一个师节打电话给我 那是2010年 那是五年前而已 这个宴放多久 你知道吗 放了大概16年 我用我亲身的经验 讲给你们听 千万不要跟人家解怨 要化到那个烟气很难 但是一定要及时化解 要有忏悔心 要有改构心 要有觉悟的心 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当时那个师节打电话 跟我讲说 叫我去关完 这个刘杜察长的太太的时候 你知道我第一个怀念是什么吗 我的我只跑出来了 我说我不去 我自己发了个怨说 谁找得到我 我就去祝念 所以我讲这故事 讲给你们听 就放下我子不容易 但是放下我子就自在 就解脱了 就清凉地菩萨了 就不是大佛剧了 我们昨天讲的大佛剧 就是烦恼 就称心自佛 就我讲这句话 所以说 其实是为什么 我说我不去 我不敢去面对这个仇家 不敢去面对这个老长官 那是什么作怪 习记在作怪 我儿子在作怪 毛病在作怪 毅力在牵引 我自己说 你不是行地上厌吗 地一不空 四不成我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吗 你怎么会这样呢 说得我很惭愧 赶快跑到佛剧场跪下去 跟阿弥陀佛忏悔 所以弟子刚才说错话 所以我马上 恶话不说跟侯菩萨跪完 忏悔完以后 我马上赶到遗言计 他也吓一跳 这个刘杜沙长也吓一跳 还没想到我会出现 因为他是我非常高的一个长官 他非常高级的一个长官 在台湾的警政单位 他算排名第三号人物 非常高级的 但是富贵抵不过业力 福报抵不过业力 福不能抵业 结果呢 我就跟他太太说法安慰 然后呢 跟他说 十六一年是圣地哭即昧道 他太太说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流眼泪 后来我到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晚上大概七八点 我再请了一个法治给他太太三归一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 是晚上大概十二点多 我就拿一个纸条给他说 你太太要是明天舍报的话 这里有个电话是一个师姐住在医院的对面 在万方医院对面 如果你太太明天早上舍报 你打这个电话叫那个师姐来祝念 结果佛菩萨加倍 真的不可思议 病苦折磨了两年 这个癌症折磨 他折磨了两年 我去跟他说法安慰以后 也透过忏悔 也透过这个祝念一年 化解 我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十六年的严历 这是活菩萨的大慈大悲 也是我行临终观怀以来 所修到的福报 能够让我消这个业障 所谓的福治心灵 他太太真的那一天早上第二天的凌晨三四点舍报往生 我就给他那个纸条他真的打电话给那句师姐来帮忙祝念 我把冤家变成菩萨道理 我把冤家变成菩萨道理 没有所谓真没有所谓假 后来我跟他这个刘校长太太住恋完以后 再隔不到两年 这位刘校长在局长任内死掉也是癌症 我们台湾北部某一个市的警察局局长任内死掉 我看到他死我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还好这个冤裂及时化解 我到他家去 他太太死的时候 我到他家去 他住在我们这个内服期的别墅里面 家非常豪华 可是不学佛 富贵人家不懂的佛法 他太太的那个藏仪公司 帮他搭的那个三宝架很高 他太太高高在上都没有佛像 我爬上去把他太太的灵堂全部擦拭干净 我在交代师姐说明天送两对花过来 把他佛堂装了再把他挂佛像 我就拜托法师去帮他太太做妻 我相信他看完以后他很感动 应该也很震撼说 为什么以前我的老布什我把他贬官 他今天可以这样来回报我 这就是慈悲 我们学习佛陀的冷冷慈悲 慈悲就是清净 所以你清净了你就会跟十相相应 那业障就消掉了 所以要怎么去化解这个烟灵呢 怎么样可以不跟人家结怨呢 怎么化解烟灵呢 我刚才有这个例子给各位去参考 你们可以参考我这个例子 要及时去化解 你说恋佛跟他回向啊 诵经回向 你还是要真正在他面前跟他说 对不起 请言谅 谢谢你 我爱你 你说得出来吗 你说不出来就表示你畅悲心不够吗 你说得出来烟灵从此一笔勾消 所以有冤以我一笔勾消化解 他跟我有冤 我不跟他结怨 我这里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化解烟灵呢 怎么样报恩呢 自己认真修行 修行成功了 这个功德回向是真正的报恩 那我刚才讲说我接到那个电话 我当然起了一个烦恼无名 但是我马上到佛堂去忏悔 忏悔即清净 各位一定要记得 忏悔即清净 清净才会跟实相剥的智慧相应 那业障之人就会消除 这个就是老法治理讲的 自己认真修行 就是要真干 修行成功了 这个功德回向是真正的报恩 报什么恩 报佛恩 报师障恩 真正的解焉事解 为什么 你明白了 你成佛了 成佛重要 清净阿弥陀佛重要 往生极乐世界重要 这些恩恩怨怨不重要 成佛重要 阿弥陀佛重要 往生极乐世界重要 这些恩恩怨怨不重要 搞出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所以应该要放下 这都是属于忍辱波罗蜜 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积注练 也是修忍辱波罗蜜 当你放下这个我见的时候 你就开始学习放下我像了 那对方跟你 你跟对方结怨 你放下这个 诚恨心 结怨的心 怨恨的心 那就没有人像了 无我像 无伦像了 那就没有这些众生像了 就没有这些是非人我 所以菩萨清净 犹如尽水 这才能够把种种的尘劳 就是烦恼喜气 通通把它洗清净 洗诸存垢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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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